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大马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是有权力决定什么对国家和人民是最有利的 包括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因此首相敦促任何一方不要试图施压 且要求我国与其他国家建交 并强调大马希望与世界各国和目相处 不必有国家建立关系 我们可以和我们 不可以和我们 不可以和我们 谁能决定? Malaysia 谁能决定? 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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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贸易和旅游业 包括拥有世界级自然景点的沙巴 沙拉越 佛罗交仪和槟城 不仅如此 首相还说 在访问俄罗斯期间 他还讨论以更低成本 从俄罗斯进口煤炭至大马 以期降低电费议题 但由于某些限制 目前无法直接进口 另外 首相也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 访问该国 促进两国良好关系 并要求埃及扩大从大马进口中油 首相强调 大马必须与所有国家和睦相处 与此同时 任何国家也都不应该向大马施压 沙巴州首长Dr. Shrihajiji 向首相Dr. Shrihanwar 汇报有关单比善的居民 要求政府重新归还他们的组传地 对此 首相指出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将会与联土局展开挫商 以研究当地居民的这项诉求 年华的开幕仪式上发表致辞时 这么指出 首相说 政权的更迭 加上几十年来的漫长等待 单比善居民 要求重新归还祖传地的新生 已被昌明政府听见 另外 首相已批准在肯直区 只有成立一个洗肯中心 以满足居民需求 同时中央政府也已经与沙巴州政府商讨州民的需求 包括电力与水工客体 而这些事项是需要联邦政府的大笔拨款 近期在国内讨论度极高的清真认证客体引起两极化反应 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指出 相关的研究结果任何决定都取决于马来同志者理事会 而目前还在研究阶段且还未拍板定案 因此针对强制餐馆和食品处理公司 申请清真认证的建议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感到受威胁 结束访华之行的 Ahmad Zahid 是对随团采访的大马媒体所提出的问题这么回应 早前媒体报道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Mohamed Naim透露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考虑强制 所有不售卖猪肉和酒精饮料的餐馆与食品公司 取得清真认证 对此同为团结政府发言人的通讯部部长 发明在昨天指出 首相Dr. Sri Ahmad 已经要求Mohamed Naim提成报告 并带到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讨论 房地部正式推荐植物工厂规划指南 部长宁和明指出 推出这项指南的目的是标准化和简化 全国植物工厂发展的申请和审批程序 而该指南预计将有助鼓励城市农业 并加强国家粮食安全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宁和明指出在2020年城市化率增至 75.1%或2440万名居民 2010年则为70.9%或1950万名居民 此外国家粮食进口也逐渐增加 去年的进口总额是达到787亿令吉 因此考虑到五国正面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推荐植物工厂规划指南的举措是至关重要的 您科米是在推荐植物工厂规划指南之后 在记者会上这么举出 部长表示该指南涉及三类植物工厂发展建议 也就是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建筑新区的发展 棕地区的发展 以及现有场所的发展 同时指南也涵盖植物工厂发展规划的 营运控制 场地规划 以及申请和审批程序等等 大马数码经济机构已经成功在大马数码生态系统 引入一百四十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截至今年七月 共创造十亿令吉的收益 数码部部长郭敏兴表示 这项成就充分说明了人工智能 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今后的发展中 所发挥的角色 而且凸显我国的人工智能领域 有着巨大增长和光明的前景 郭敏兴是位大马数码经济机构科技采用 人工智能主持推介 并在致辞时这么举出 部长还说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三大领域 就是包括数码健康 数码城市和农业 而这些本地公司也都获得大马数码认证 另外提到即将提成 国会的二零二五年财政预算案 郭敏兴说 政府将聚焦于改善支持 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设施 跟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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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Negeri Sabah menjadi tuan rumah untuk sambut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2024 Bertempat di Padang Merdeka, Kota Kinabalu, Sabah Saksikan secara langsung pada hari Isnin 16 September 2024 Bermula 8.30 minit malam DTVK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新闻 涉及拍摄和上传小学生视频到短视频平台 TikTok的校巴司机阿邦巴斯 日前在麻坡地亭面对两项控撞之后 今天再被押往八珠八峡地亭面控 理由是他在TikTok的视频中发表不雅言论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这一名24岁的被告 故意在其TikTok账号阿邦巴斯上面的一段 拍摄九岁儿童的视频中发表恶言 有关视频的标题为 今天暗恋对象在做功课 并附上爱心标志 被告是在九月五号晚上十一点 在巴珠巴侠巴利拉罗布迪曼花园 做出这项举动 因此在一九九八年 通讯及多密提法令第二百三十三条 第一款下被控 并可在第二百三十三条三款下被判刑 由于被告不认罪 因此法官Osman Affendi 允准被告以一万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 同时被告必须每个月初到临近警局报到 而且在案件结案之前 不得骚扰和联系受害者 另外鉴于被告在麻坡地亭 还有两项在刑事法典 第165条文下的罪状 因此法官也允许此案移交麻坡地亭 与先前的两项案件一起重新过堂 为此这三起案件将在下个月十号 同时在麻坡地亭过堂 再有投资骗局被识破 一名外劳中介声称能供应高回报的医院物品 诱惑他人参与投资 由于涉嫌欺诈 因此惹上官非 面对五项控状 不过这名被告全数否认有罪 案件则定十一月十四号过堂 被告现年四十四岁 名为Narendran 他在今天被押到霹雳州 以保地亭面对五项控状 根据控状 被告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号 至十二月二十三号期间 在以保一代犯下罪行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四百二十欺骗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至少一年最高十年 以及鞭吃或罚款 由于被告对五项控状都否认有罪 因此法庭允许被告保外 但需要八千令吉保释金 同时每月到警局报道 同样是诈骗案 而受害者为一名来自霹雳州的退休人士 该名受害者被冒充成执法人员的诈骗分子所获 损失了一百零六万领级 据了解 自称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代表的诈骗分子 指控受害者涉嫌洗钱案件 致使后者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之下 坠入他们的行骗圈套 霹雳州总警长Dr. Azizi指出 这名六十七岁的受害者 是在上个月八号下午三点三十分 接获冒充成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代表 所拨打的来电 指受害者的银行卡涉嫌洗黑钱的活动 随后受害者被转接到冒充成 该州警察总部的警官电话 后者声称只要配合调查 警方会协助他解决案件 于是受害者在不法分子的指引下 通过九个不同账户中进行了二十四笔交易 RGZ说受害者在经过 风龙银行和大马银行的账单核对时 发现自己损失106万6千5百50令吉 怀疑遭到诈骗的他随后向警方报案 目前此案援引刑事法典第420 欺骗条文下展开调查 RGZ也促请民众不要轻易相信 来自陌生号码的电话 槟城调知市一家持牌娱乐中心的两家分行 因为侵犯未经许可的注册作品版权 而遭到槟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的 突击搜查 这项突击搜查是在昨天下午6点左右进行 该部是根据大马唱片业协会 在过去三个月提供的情报 来执行这项行动 内贸局已在这一项突击搜查行动中 充公了各种卡拉OK设备 包括四套扬声器 两台电视机 以及一台卡拉OK触屏设备 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 加上极端的降雨天气 导致极大洲一些地区遭到洪水侵袭 该州社会发展局总监 这一项突击搜查行动中 一项突击搜查行动中 向媒体这么表示 出席该研讨会的人士 还包括西线国会选区 社会发展局活动委员 Dr. Muhammad Kizri 这项研讨会由该区社会发展局 以及首相署旗下的 马来西亚公民学院共同举办 现场有甜色 体育 互动游戏 爱国服饰比赛等等 精彩的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关注国际消息 美国911恐怖袭击迎来23周年 这一天美国多处都有纪念活动 其中悼念活动在前世贸中心 一直举行 除了有总统拜登出席之外 最受媒体关注的 莫过于日前才展开激烈辩论的 两位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和前总统特朗普 不过在这庄重而严肃的活动上 同场的两人都暂时割下政治旗舰 握手寒暄 星期三 拜登 贺锦丽 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 万斯 以及前纽约市长彭博等人 出席在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 遗址举行的悼念活动 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以及代表民主党出战的贺锦丽 在日前的激烈电视辩论之后 暂时割下政治旗舰 握手寒暄 有报道指贺锦丽主动与特朗普握手 两人短暂交谈 之后拜登与贺锦丽前往五角大楼 出席悼念活动 随同的还有国防部部长奥斯汀 军方代表在仪式上逐一读出 当年遇难者的名字 在这之前 拜登和贺锦丽还前往了宾夕法尼亚州 九十三号航班国家纪念公园献花 悼念遇难者 而特朗普也乔好前往同一地点 并同遇难者家属交谈 二十三年前的九月十一号 有四架客机遭到极端分子奇结 其中三架撞向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 而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共造成两千九百七十七人死亡 为了接替本月底卸任党总裁的岸田文雄 成为日本首相 自民党会在二十七号举行投票和计票 根据自民党发布的竞选公告 共有九个人参与总裁选举 是一九七二年以来参选人数最多的一次 日本自民党发布竞选公告 正式宣布有九人参与总裁选举 这九名参选人包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 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 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锚等等 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会在二十七号投票和计票 当选者将接替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 从发布选举公告至投票计票日 竞选期长达十五天 是一九九五年引入现行程序以来 时间最长的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 主要争论点是派系政治资金问题 引发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 超级台风摩羯重创越南 不仅造成巨大破坏 当地更有一百七十九名无辜的老百姓 因此断了性命 此外 台风也造成大约八百人受伤 还有超过一百二十人 不知所踪 目前越南当局正在进行重重建的工作 国际纷纷伸出援手 雪中送炭 包括澳洲 日本和美国等国家 都承诺将为越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摩羯七号在越南北部登陆 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指出 台风摩羯八号上午在越南西北地区 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受台风后续影响 越南北部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 十一号 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显示 当天清晨五点 首都河内市红河水位 高达十点七六公尺 超过二级警戒线零点二六公尺 预计红河河内段的水位 将于十二号午后达到峰值 全市高度戒备洪水 据当地政府称 老街省市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已经有七十二人死亡 一百一十一人失踪 越南国防部已经部署军用直升机 向受灾地区居民运送原住物资 超级台风摩羯带来的暴雨 也席卷了泰国北部地区 引发洪灾和土崩 夺走至少四条人命 数人失踪 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淹没 泰国新首相佩通坛指出 救援物资正运送清迈和清来 被洪水影响的超过一万四千三百户家庭 当地卫生部也派出医疗人员 志愿者和救援人员将年长者转移到安全地区 持续的大雨导致水流汹涌 水位急剧上升 许多地区水深达到一到二公尺 甚至冲坏了当地的雕像 村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大批民众继续等待当局的救援 泰国气象局警告 接下来一个星期还会迎来更多暴雨天气 可能会引发更多洪灾 在鄰国菲律宾位于中部地区的坎拉温火山 近期开始喷发有害气体 专家警告 这座火山可能会爆发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数百名住在附近山脚下的居民 被迫撤离家园 综合外媒报道 坎拉温市官方指出 住在坎拉温火山脚下的居民民众 近期反应 已经闻到浓浓硫磺味的情况一段时间 因此当局在10号 对住在距离坎拉温火山口下 方圆四公里内的大约三百位居民 进行预防性撤离 暂时安置在远离火山的学校 或社区中心内 受到火山警报影响 坎拉温市今天学校已经停课 且部分旅游景点关闭 室内大约有六万人口 西洋乐坛音乐盛世 二零二四年MTV音乐录影带 大奖圆满落幕 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 获得六项大奖 成为本届代赢家 而亚洲代表来自 韩国天团Blackpink的Lisa 则凭借个人单曲Rockstar 获得最佳K-POP奖项 新闻的最后 给你回顾这场颁奖典礼的精彩演出 Malicia Madani 吉王美迪卡 我是陈灰景 我们再会 福帶点栏 nhé 既然比我 mom 里面互支 Science 予于白眼 我 我不 我 好 compliments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